今天要帶大家去探索伊朗在波斯灣的小島 Hormuz 你一定會覺得這裡跟你想像中的伊朗 非常不一樣 準備好了嗎? 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Bandara Blas 但是我們好像太早到了 現在是五點半吧 對我們剛才從巴士站到這個港口 大家都還在外面等 港口據說六點才開 還沒開門所以我們還要在這裡 相依為命 對吧 可是好處是這裡溫暖很多耶 對這裡比伊朗其他地方都還要溫暖 因為這邊已經是波斯灣靠近杜拜 阿布達比的地方了 所以這裡是最好的畢東地方 太早到了還沒有半個人 有兩個人跟我們一樣在這邊等 天都還是黑的 人越來越多了是不是要開門啦 開門了開門了 出 你呢? 搭船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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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假囉 要去看海囉 我們到啦 一出漁港就是整排的都督車 好有度假感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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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到底 rug完甚麼事 quién啊 他們就是整個感覺很嗨嗨嗨 可是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很熱情 這是甚麼海呢 阿拉伯海 如果你跟伊朗人說阿拉伯海 它會非常的不爽 確切來說我覺得以 地理的角度來說 它確實應該叫做波斯灣 不是阿拉伯海 那但是你跟阿拉伯人這樣說 它也會不爽 所以反正隨便你怎麼叫它 這樣看也是好漂亮 我們好久沒看到海了耶對不對 對啊好久沒有這麼溫暖的天氣 現在可以穿暖袖 陽光 沙灘 比基尼在哪裡 沒有 沒有 然後現在這個度假小鎮 有這個建設 但是好像店也都沒開 對啊 就怪怪的 好想要吃海產喔 對我以為在這邊 會有一些什麼景觀餐廳 你知道有沒有 海鮮餐廳 海鮮餐廳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就有一個衝動 你知道嗎 想要游泳 不是 我是想要去杜拜 因為我們現在隔著這個海峽 就是杜拜了耶 就有一個衝動想去杜拜看看 這裡是他們海灘旁邊的市集 在賣很多 像是貝殼的飾品啊 或者是一些材色的沙子 那這邊他們的女生很特別就是他們會戴個這樣子的面罩 那這個呢 這個地區的人呢 大部分是遜泥派跟伊朗的什葉派不一樣 但是他們戴這個面罩的原因啊 不是因為總角而是這個地方的風俗習慣 因為這邊戰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所以葡萄亞人曾經殖民過這邊 這個城堡啊 就是當時候葡萄亞人蓋的 還可以看到一些砲台 跟當時候的監獄 好久沒吃到海鮮喔 我們今天在海景餐廳點了一盤蝦 我覺得聞到這個味道蠻香的耶 它的蝦子是油炸的 我覺得很好喝 這個蝦子它炸的皮 感覺是有用蘸 去給它加強它的味道 然後蝦子很鮮嫩 很好吃 很像那種你在高級啤酒吧 會點到的那種蝦子菜 蠢蛋 海邊行程不能少的就是一定要來看夕陽 今天的天空超漂亮的 而且下午啊不會很熱 其實白天都超熱 然後下午都在這邊 涼風吹來很舒服耶 我們會在家裡 我們竟然碰到我們昨天來的伊朗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要一起出發 我們本來還打算搭嘟嘟車去環島 沒想到竟然遇到昨天的船上認識的伊朗朋友Mathie 實在難以抵擋他的盛情邀約 我們就決定跟他一起騎車去環島啦 出發 我們來到這一區是Rainbow Mountains 那這個地方以前葡萄牙人殖民的時候呢 他們覺得這些紅色的泥土是裡面藏著黃金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黃金挖出來賣給法國人 可是其實他根本不是黃金 它是一個叫做Privet什麼的 所以根本不是黃金 然後但是他們就以為是黃金 然後就賣給法國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種紅色泥土體驗出來的 好像是一些調味料 就是你可以拿這個加到飯 就是類似鹽啊胡椒這種 這裡的土地都bling bling的耶 他們就是在這邊找到這些黃金 我覺得這個風鈴很漂亮耶 你想要嗎 如果我會直接回台灣 我可能就會想要 這在台灣我們也有啊不是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你不應該買 因為你應該自己做 撿貝殼自己做嘛 對啊 對你有意義多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它是真的海馬 海馬 海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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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一些很簡單的素材 去重新塑造它的生命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已經做到極限了 這台車 但是我現在就非常佩服 怎麼有辦法一家五口 全部在這台車上 我覺得超厲害的 穿過一些岩石峭壁啊 就可以看到後面的一大片台唷 這個是Red Beach 因為它這邊的土壤 這邊的沙子是很紅紅的 所以就叫Red Beach 然後這個岩石其實也是紅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都是紅的 這邊就是阿拉伯海 或者你說波斯灣 現在非常非常的熱 就有點像是 我們又回到東南亞的感覺了 你以為接下來會有比基尼的畫面嗎 不好意思那就要讓你失望啦 在伊朗呢 就算是在海邊 女生也要全身包緊緊的才能下水喔 非常漂亮的斷崖 然後下面這個海水超級的藍 感覺像是在希臘的某個小島一樣 我們來到了黑沙灘 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因為它這裡的沙子是黑色的 超特別的 而且那個黑也是像閃閃發光 有點像柏油露 如果裡面有加一點那種 碎玻璃的話 就會那樣閃閃發光的樣子 這裡的石頭是彩色的耶 而且你們看地板閃閃發亮對吧 你們看這裡的沙子很特別 這樣一層一層的白色黑色白色黑色的 今天吃這個 我們吃花枝跟蝦子 然後它吃炸魚 但我們現在要趕時間了 所以沒時間講話先吃飯 我們剛剛差點趕不上船 在一陣慌亂之後呢 我們終於上了船 然後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做 Gash 他們有教我們唸 但是不管我唸 Cash Gash Ash 他們都說不對 反正就是某一個 在旁邊的島 也是差不多40分鐘後到 這個船看起來比較高級 對啊 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要去的島 比較高級 嗯 比較發達一點 好 那我們就島上見了 各位隊友們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珠珠隊友的頻道 並且開啟響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精彩旅程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喔 這隊友們來說非常重要 要分享給你所有喜歡旅行探險的朋友 不喜歡旅行的朋友 也要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愛上旅行 跟我們一起出發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見 拜拜